但反正呢 最後是我下面的頭黑青了 而且是怎麼樣啊 我跟你講那個狀況就像割包皮一樣 是你碰到內褲就會痛 而且是你不小心拍到我也會痛 就等於說我雞雞痛了三天 我跟你講我真的痛了三天 到底是多大力 這算另類的草莓嗎 我真的是嚇壞了 隨便有黑萬人種草莓嗎 對對 就有點像是種草莓狀況 但是種在我的頭上 下面的頭然後又種很久 馬上進入喜劇日常EP46 來啦我是靜兒 我是丹麗 我是喜德 我是小籠包 這個喜劇日常啊 已經來到46集 再差4集 就可以解散了 欸 喂 是50集 再差4集就50集了嗎 對啊 卡不多了嘛 卡不多吧 對不對 50而立嘛 40啊 30啊 40啊 40怎麼回事啊 為什麼會有兩個裝傻 40了吧 啊50呢 知天命 啊60呢 何爾順 70呢 忘記了 80呢 以前人不會活到 沒有 所以沒有寫到那邊 太惡劣了 70應該是蛋餅 70蛋餅 哦呀 我剛才以為70是蛋餅 我想說現在蛋餅已經賣到70塊 這麼貴了嘛 80的話應該是光年 80光年 小籠包你覺得有趣嗎 你身為他的答案 面白的 你給我誠個一點再一次 小籠包你覺得單地有趣嗎 滿有趣的 那你笑一下 他說80應該是80光年 預備走 80應該是光年 因為80光年 有 90的話 90的話 應該就是有爽 因為 中時有三 94有三 那個 剛剛小籠包那個笑 很像是去跟一個 男生約會 然後他很想提早結束 因為對方一直在講一些無聊的笑 想聽100 100的話應該是一眼 因為100一眼 好厲害 其實滿厲害 他可以這樣瞬間想到 不是啊 硬加的嘛 是一板 一眼吧 一百 他所有都是硬加的啊 一學音啊 那一百一呢 一百一好難啊 一百一變三個字 一百一 最後要加一個字 變四個字 一百一百順啊 不會不會 這就稍微硬拗 這稍微就硬拗了一點 這個 單地最近剛發生的玩車禍 喂 這把頭髮壞掉了 哈哈哈 看起來 wages 是有來有的 都可以看出來的 怎麼可能 這個 腦袋轉快 才可以這樣 諧音想 不容易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難怪有女朋友 果然是會想諧音還是會有女朋友 是這樣子嗎 我完全不會想諧音 那我來教你吧 沒關係我先不要有女朋友好了 我對諧音這個還好 我已經Cue完車禍 你有沒有要講 所以只有我一個 好啦我就不瞞各位 我們也不要你瞞我 你瞞我也就算了無所謂 但講真的我原本也沒有想跟 想就是要一直跟大家說 我出車我出車我其實我看不出來 因為我受傷的地方 幾乎都在腳 然後手的話是只有一點點在那個 這個叫什麼地方 關節 手指關節 我原本都沒有跟諭人的大家講 然後是後來在陽台的時候 其實在抽煙嘛我去跟他聊天 然後就跟他稍微提到說 最近跑外送有不小心出車禍 他說所以你手是出車禍 我說不然你以為我垂牆壁 因為看起來超像是垂牆壁的上 這期也是車禍 所以你跟女朋友怎樣 好啦那我就不瞞各位 這實在是瞞我們的部分 沒有啊好那我就來分享一下 我近期出的兩次車禍 兩次 我告訴你 再理想問一下 你搭檔都不知道 厲害吧 沒有因為我 小包你沒有在關心你搭檔嘛 因為通常我之前是住新竹 我本來在新竹比較常出車禍 可是台北抓那麼遠 你沒在騎車啊 我還是有時候會騎 交通規則嚴 抓的嚴跟出車禍的機率 是沒有什麼正相關的 就是大家不會騎超快或者是怎麼樣 沒有意外他跟超快無關 他有時候可能只是不小心沒看就撞上 對啊我必須講我兩次車禍都是在下雨天 都自甩啊 因為在跑外送 那那天的狀況是因為下雨 所以我視線不佳 看不太清楚 就是我看到的時候 那台車正在回轉 但就是很慢嘛 所以我真的要撞到他 所以我擊殺 擊殺之後我就 失控 就打滑就整個人倒掉這樣 那倒掉之後呢 我馬上就牽起來 因為我很怕裡面的餐點會倒掉 對 所以我馬上牽起來 然後牽去旁邊這樣子 那時候我倒掉的時候 倒在路中間的時候 旁邊有一個阿姨 他就也停著 然後看著我 他感覺是 看我需不需要幫忙什麼的 我說沒事沒事 然後我就自己牽起來 牽去旁邊這樣 然後後來那阿姨又走回來 他說 剛剛那台車在回轉啊 你沒看清楚喔 什麼的這樣子 然後我說對啊 就沒看清楚沒事啊沒事 然後他就說沒事就好 他就走掉了 然後接下來呢 我耳機因為我帶著AirPods 我耳機裡面也傳來 沒事就好 我的Siri就突然回我 沒事就好 我嚇壞耶 這不是車禍故事嗎 我是笑出來的耶 怎麼會笑出來 我想說靠腰 我說摔車了 你這樣是在跟我開玩笑嗎 他怎麼說出來的 真的超猛 欸我完全沒有按 然後什麼都沒有 而且是跟那個阿姨對話 沒事沒事沒事 阿姨走掉耳機 沒事就好 嚇壞了 這真的 這是真實故事 這是靈異事件 真的超酷的 然後我看到餐點 還是有點灑出來 然後我就跟那個人說 對不起對不起 就是剛才摔車了 所以餐點有點灑出來 不好意思 他要怎樣嘛 然後他就給我負貧 真假的 他還被投訴 這真的是那個 做外送人的心酸耶 對啊 那沒辦法 因為他其實有助記說 這個 我出了一點車禍嘛 對啊 然後請他 就是真的很抱歉這樣 結果他還是很不高興 但我可以理解 就是 大家雙方心情 是啊 其實我也覺得還好 下雨天 等餐等很久 然後一上來湯還是被灑 還是難免會有點不爽 但是其實外送人也是 但真的就灑一點點 因為我兩次摔車 我第一個都是先就餐點 好辛酸耶 必須這樣子 你算是職業的外送人 一定是這樣 從沒偷吃過 真的 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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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也沒有那個偷吃 對 沒有我跟你講 沒有嗎 我跟你講 因為送炸物 尤其是炸物 他會叫你不要把 塑膠帶綁起來 會熱氣 對 他就是叫你放在那邊 那個真的是你伸手 是隨便可以拿一根起來吃的 好然後我們這邊總問一下 你洗的 有偷吃嗎 沒有 我這時候感情唱 沒有偷吃過 他就一直摔車是要偷吃的 但假如這個我之前 我之前在新竹也是做外送嘛 然後 還在念書那時候 然後 有一次我的那個外送箱就倒下來 然後我載的那個餐點 就有幾塊炸雞 就掉出來 對掉出來 正確來講應該就是要 把他塞回去嗎 沒有跟對方講說 喔 剛剛出了一點事之類的 就是你的餐點有點受損之類的 我說可能沒辦法讓你準時送到那 可能幫你再重新再定一次 對再定一次 但我那時候竟然會想說 還是我就吃掉 還是我就放回去 我竟然會閃過這種想法 所以最後是 沒有我後來就幫他重定一份這樣 我以為說你後來就是 不可以偷吃 那就把地上的夾起來放回去 看 把雞塊放回袋子裡 過份了 然後都放幾顆石頭進去 為什麼 加料 這樣就會發現 剛剛掉出來 我覺得 我那個兩次之後 有趣的點是因為 我兩次傷到的都是腳 就是腳 大概會有兩到三個的傷口 然後是 蠻深的那種 就需要貼OK泵 然後那時候 地上 超不嚴重的 不是 是因為你穿鞋子 你的襪子會整個都是鞋 會磨到 不是 因為你剛剛講得很嚴重 然後說嚴重到什麼程度 要貼OK泵 貼OK泵 聽起來吵 你知不知道 對我來說 要貼OK泵是很大的傷口 才貼OK泵 那如果說對你們來說 我是不貼OK泵 因為你是真男人 對不對 那如果說對你來說 貼OK泵是很嚴重 那如果說那個 腳已經要開刀 然後縫起來貼 那算什麼 那就算什麼男人 懂的意思 如果要開刀 要動手術 都是不算男人 你要就是把腳弄斷 怎樣 這才是真的 怎麼會受這麼嚴重的傷 要你就讓他潰爛對不對 顧好自己吧 那讓他自己好就好 開刀幹嘛 那你這邊先來一首 算什麼男人 預備 去 不要喉嚨好痛 我現在做節目還可以不接球 喉嚨給你不舒服 唱不好聽 我讓喜德幫你養 好不好 還是要把這球都打出來 你不唱不行 不是你不要亂叫人家唱歌 好嗎 起 只會唱一句而已 好一句那就預備 起 生什麼男人 成年一句 第二句一模一樣 才吃一模一樣也太一場 好沒有 反正那時候我就是要貼傷口 我每天出門我都要貼右腳的傷口 好那我這邊帶來一首貼傷口 好那我這邊帶來一首貼傷口 不要沒有這首歌 沒有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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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反正那我 要唱你自己唱 該換你自己唱 貼什麼傷口 才不是這樣唱 還被嗆 好反正 我那時候貼傷口出門大概 一個禮拜 然後終於結佳了 我不用貼了嘛 然後呢 就算了第二次 換左腳三個傷口 真的就是我覺得很好笑 我那時候摔完起來 我就覺得 太好笑了吧 我右腳剛好現在換左腳 而且第二次摔是 右腳完全沒傷 然後只有傷左腳 第一次是只有右腳 就剛好交替 現在兩隻腳都有傷口 他有在幫你安排 對啊會不會是老天爺有強迫症 就是要平衡 要平均 那你這樣講 他剛一開始是右腳對不對 右腳只有一個傷口 現在左腳有三個 所以你要小心 右腳會再兩個 老天爺會再補兩個 你現在回去自己拿美國帽割一下 老天爺說 好痛 不要再弄我了 不要看著天上講這句話 你要不要去拜一下三太子啊 為什麼 我覺得去走走就好了 什麼意思 因為三太子是 專門管那種司機類的 你也太不虔誠了吧 剛剛洗得好 他還說去拜個三太子 你說去走走就好 什麼事 誰要以為 他說 龍山寺門口走兩圈就可以了 廟裡走走 三三喜氣 就是你如果要拜拜 你就給我去虔誠一點 給我真的拜 什麼叫去走一走 好啦今天要來聊的就是這個 受傷 我們今天這個幾個都有一些受傷 那我剛才故事都分享完了 接下來就換你 才那四個洞就給我想要揮一集 揮一集節目是不是 我先測了 今天要聊這個肉體的受傷 肉體 受傷有很多種 因為很多人現在是心靈上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是肉體上 身體上的受傷 先來一個小小的就是 你小小的受傷 但是你卻非常印象深刻 有 大家應該有聽過一個民間傳說 就是 月亮會被割 小時候真的會被這樣 有耶 大家剛剛試過吧 會被這樣講 但是你們有真的遇過嗎 有啊 我有 我也有遇過耶 真的有 我以為只有我遇過耶 那我竟然先登出這個節目 月亮不喜歡你 對 懶得看你 我已經沒有女朋友 還不能跟月亮先止有些互動 她要割的時候要 會長痛 不是 那是好事吧 她每次去割裡面 有時候幹什麼 因為我之前跟我朋友講過 就是類似的故事 然後她說這根本就騙人的 就怎麼可能真的會被割 可是我到現在還是 我說我真的有被割過 她說騙人就騙人這樣 我們來確定一下這個傳說 好 據我的印象中是 不要只有 有那個 不是 月圓是可以的 我是都 我是都不行 但月圓是不行 印象中 都盡量不要去 對 對 但我之前被割耳朵的內側好像是半月型 歷指了 然後後來就這樣 我好像是無意間指到 我隔天起來之後就是耳朵就痛痛的這樣子 然後去摸她就有點分開 對 就我耳垂跟我的 跟臉 對 臉 那邊有一點點小縫隙 然後有點流血 我是耳朵後面這邊 欸 真的有不同的地方嗎 那是不是你媽看到你指月亮去割的 她媽媽不是告訴你說不要指月亮 她媽媽都好 她媽媽都好 她媽媽手上還拿了臉弓刀 媽媽不是要不要去指月亮 媽媽就是你的吧 鬼騙了 但我對這個一直還是很疑惑 因為我小時候也是這樣 而且我是有意識的 我是故意去指的 隔天我耳朵真的 真的就跟小胖一樣是耳垂的那邊的部分 耳垂跟臉連接觸 好 那這樣子好了 靜兒就來做個實驗 不是 可是 我長大後 我長大後我指了 卻沒有 對啊 所以可能是小時候的事情 我小時候一直以為是真的 所以我長大後我就去指 還是那個月亮先生看到你長大 就說啊 打不過 我就怕哥你已經打 月亮先生看到我長大 想說還是讓她摔車好了 欸 原來是上口拍的 就不是因為那個 你知道她是怎麼指嗎 她是邊騎外送對不對 然後另外一個 難怪我會出車禍 難怪我會出車禍 而且你的動作是 右手指 你知道摩托車是 右手推油門嗎 你知道我等於是沒在動吧 我只是站在等紅燈 然後右手一直指月亮 沒有 只是在摩托車中 不要Locking吧 車子根本沒動啊 觀眾可能看不到畫面 就是因為我是左手抓著摩托車 然後右手指月亮 左手只有煞車 你是不是要去改車 你把油門改到左邊 為什麼 我是改兩邊都有油門 太厲害了 一個是前輪驅動 一個是後輪驅動 對 沒關係喔 因為你如果不對的話 他車會真的會摔車 那你那車平常是我在爬坡的 那我也講一個 現在都講到摩托車 摩托車 那我來講一個腳踏車的好了 聽起來超弱的 我們小時候家裡會整群人去騎腳踏車 我們家是自己 每個人都有一台腳踏車 好羨慕 然後我爸呢是非常會修腳踏車 誰是破風手啊 我媽 所以我通常沒什麼主力 因為我媽一直在破風 那你是擔任什麼 我擔任摔車的那個 那你爸爸呢 我爸爸沒有去 他爸爸修車 不是說全家整群 我爸是後勤啊 為什麼你爸不算全家裡面啊 我們騎腳踏車 他是後勤 算是我們腳踏車 對著一個重要的推手 補給嘛 那你姊呢 我姊在前面 他在前面送水 就是會有一個桌子 然後擺很多水 然後我跟我媽騎過去 是會拿水 那波波呢 那時候還不在 他沒出生 不要把我整個家裡面的狀況 分析給大家聽 他家大概就這樣了 然後我阿公呢 在天上 他跑用我們 他跑用我們車隊 我分工啊 變成月亮仙子 我阿公是月亮仙子 難怪沒被割啊 阿公保護你了 不是阿公也太辣了吧 阿公幫你擋住了 阿公穿那個水手服 怎麼只月亮咧 然後割得多 太辣了阿公 太辣了 這故事不用講了 這個比較有趣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有一次就是我爸出門前 就幫我們調整那個腳踏車 然後他就那天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把我的剎車轉到世界最緊 好像我們通常剎車是這樣 就算你按下去 他還是慢慢停 對 我們家不是喔 我那天那個腳踏車是這樣 只要按一下 整台車立刻停住 真的是這樣子就停下來 然後那天就騎家車一樣騎 路上都很順 但是突然間前方 就來了一個家庭一樣 也是往我們這邊騎 然後媽媽就在後面大喊說 欸!騎慢一點 然後我就聽到嘛 就當下反應那時候也很小 我就立刻剎車 但那時候在一個下坡 我一剎車的時候 我直接停在下坡上 然後我整個人喔 這個畫面是我後面的媽媽 對她跟我敘述 我殺住之後 我整個人就飛起來 然後轉一圈 就是因為我殺錯了 可是我腳踏車停了 但我人沒停 我人還在那個前 我就整個往前飛 轉一圈 就有點前滾翻的概念 對 然後我整個人嚇到 是我已經坐在地板上了 你坐在地板上就是 屁股著地 對 然後前方的家庭就是 他就慢慢的一個家庭 然後停下來 看我怎麼啦 就是 旁邊那個家好像是為了 要關心我 奇怪的那種感覺 就奇怪了 然後我就全身都是上 全身喔 全身腳啊 什麼都磨破 然後手被磨了一個超大的 到現在這邊都還有一個疤 然後就整個摔掉 然後那時候真的是想要 發生什麼事了 而且這次我好險我有放手 不然我就會抓著那台車整個 他那車會嚕在我身上 沒有啊你搞不好轉一圈 然後又剛好安全著地了 對啊那就更厲害了 然後安全著地的時候 我手還打開嘛 對吧 這樣怪的話 不能怪爸爸 都要怪你自己 太聽話 為什麼你媽說 騎慢點就要騎慢點 你就要騎快一點 你可以說不要 就 就往前衝 就撞上那個家庭 之類的 這樣才是真男人 對啊 頂多就貼起一個ok棒 當然 女生給我吐槽一下 說這樣子也不是真男人 這樣變成保齡球了啦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這個家庭倒了 全家倒了 全家倒了 對啊剛剛有提到 還沒出生的伯伯 那我會講一個伯伯的 他有受傷喔 他沒受傷 他好得很美 就小時候啊 我以前是跟我前女友 一起養伯伯 然後呢 我們都會牽伯伯出門 就要牽神嘛 然後有時候我們去的時候 你們牽他是 你牽他的左腳 然後你女朋友牽他右腳 然後你女朋友牽他右腳 下一隻去走路 對 然後他就整個人被抬起來 這樣子 對他是沒有一隻腳在地板上 對我們是這樣子撿 那誰是破風手 波波嗎 在前面 我媽 開始破風 我媽還在前面破風 我媽還在前面破風 破風是什麼 你知道現在誰知道 那你剛剛不知道就問嘛 那邊跟我聊半天 好 我幫你解釋一下破風 我有看過那個電影 騎腳踏車 需要前面有一個人 最前面的人 擔任破風手 就是他要去 因為擋風 就他如果衝過去 就有一個氣流 後面的人會比較好騎 我有看過那個電影 但第一個人會比較累 特別安心 了解了 所以那要很強的人 所以他媽是真的強 對 罵髒話了 他媽是真的強 年輕的母親是真的 一等一的支持者好爽 對啊 我媽最強的並不是這個 要不然呢 我媽最強是撐起這個團 魚人破風手 至今周轉 完全靠我娘在撐 他媽平常在聚會 不只擔任破風手 她還擔任破冰手 負責破冰手 了解了 超會開話 我們現在來玩一個遊戲 準備破冰遊戲 我們來玩那個 蔬菜果菜 玩一些遊戲 這樣子 我媽很會帶動唱 對啊 對啊 那所以你帶波波去 然後呢 我的故事又不重要 你們前面每次延伸完 後面那故事都不有趣 趕快講一講 趕快講一講 我還要延伸欸 然後我們就會欠波波出去 但我們家後面有個空地 比較安全 沒有人這樣 所以我們很常 就我跟我女朋友去的時候 就會把千繩放開 然後我們就是站左右邊 然後波波就可以來回跑 這樣他也跑不出去這樣子 然後那一天呢 就我女朋友還在睡覺 我一早就帶他出去上廁所啊什麼的 然後我想說 都到這個空地了 好啦 就放掉了 就是放千繩這樣子 對 千繩一放掉之後呢 波波其實是不會亂跑 但是你如果鼓動他 就是你一跑起來 他也會跟著你跑 這樣子 然後那天就這樣 就是我就千繩就放 我想說啊就跑一下就好 讓他累累回去可以睡這樣 然後我們就開始跑跑跑 就他跑得比我快 而且快非常非常多 就是他都快到就是 他已經衝出去了 就是 那我這時候就很害怕 因為我很怕他跑到馬路 我也在後面越追 他以為我在跟他玩 就我跑起來他也要跑 所以他跑更快 所以我就得趕快追上他嘛 然後我就跑 我說不不不 我就一直在後面追追追追 然後我穿那個拖鞋 就是今天這一雙 就穿拖鞋這樣 然後我就踩到水溝 整個人 砰 然後這樣滑 就是那個下巴直接在地板這樣 所以你現在下巴才長這樣 沒有 所以下巴很正常 下巴整個大滑 然後整個是鋪結 像跑壘要鋪那個壘板 就這樣 就整個這樣滑 這樣 然後就踩 我那個畫面真的這樣 那家人又過來問你怎麼了 沒有 後面都沒有人 然後我手就慢慢抬起來 然後那個畫面就很像電影這樣 波波 波波 他就停 真的 他是在前面看你 最後是他媽衝過去抓到的 我媽就是在破風說 怎麼後面沒有跟上 然後波波就停了 所以他就看我一眼 他就慢慢這樣子 跑跑跑 就是從我裡面跑跑 回來了 然後我想說 怎麼不動 他的想法是怎麼不玩了 怎麼玩到一半 怎麼不玩了 我這樣起來 下巴整個是紫色 這邊這樣一排是紫色 然後我就把波波牽著綁 然後我就這樣一搏一搏 因為真的很痛 然後都是血 一搏一搏回家 一開個門 我女朋友嚇到 他想說不是出去散個步嗎 怎麼會在鼻睛連手 他真的傻眼 波波有辦法跑那麼快嗎 對啊他現在跑動 我印象中他不是 他可以跑很快 他真的可以跑很快 時數多少 我以為他是小空 誰算人48 48 欸那算快耶 這麼算出來 一個機車 對啊 他真的可以跑很快 你不要看他小段隊 他真的可以跑很快 我覺得我是太多小傷了 你知道嗎 小時候很皮 然後 我媽都會拿那個 衣架打我 喔 衣架 所以是被媽媽打出來 不是你自己受傷的 因為我小時候就很皮啊 我就會說你打你打 然後他就會拿一架真的往我手走下去 那不叫皮 那叫屁 那時候是看到他 打下去 那個皮真的叫什麼 叫皮開漏 那個皮直接慢慢的慢慢的打開 好噁喔 你做了什麼事讓你媽媽打到你皮開漏 然後他就一直叫我去睡覺我就不要 後來就真的都會拿衣架來打我 可是以你的個性怎麼可能沒有跟媽媽決鬥 以你的個性你媽打你已經是把衣架搶走打回去 怎麼可能啊 對啊 不是啊 家裡被爸媽打怎麼可能還手啊 還是會閃躲吧 會閃啊 但我那時候就在打遊戲我怎麼閃 我需要贏對方 你說你邊玩然後他打你嘛難怪會皮開漏 你不能打邊打 等一下 我是真的會這樣 就是我可能在打可能例如low好了 那是不能暫停的嘛 所以他是通常那個狀況是他在後面邊抽我 然後我繼續打 真的很給笑欸 但我真的有超多印象是小時候爸媽很愛拿衣架打 對啊衣架超痛 衣架雞毛毯子啊 我覺得反而是那種棍子類的 他就是打一下真的很痛 可是那衣架會有那種疼條感 那個真的會很痛 我之前是有一次在畢業旅行 然後呢我是跟一個就是我是班長 然後我們班有個女生是副班長 然後我們就是感情很好 欸你真的什麼都想要做到頭欸 連小學也都到班長 啊不可能透過我的故事這樣酸我 班長然後又要系會長又要團長 欸我可是當過五年班長的人喔 然後呢我就當班長然後副班長 然後感情很好 然後我們那時候在建屋山就在玩 就是那時候畢業旅行嘛 兩個在那邊開玩笑 副班長是女生 對對對 然後感情有沒有啊 欸 我有點攀不上他 我等一下可以跟你們介紹一下他的後續的人生是怎麼樣 然後後來有一天就在玩玩 那可能就知道小鬥嘴我兩個人在玩的時候 會講一些就是五四三話 然後他就突然不知道怎樣 他就生氣這樣子 你怎麼可以幫我臭鮑魚 小六嗎 小六知道他臭鮑魚 絕對是欠揍的 不是鬥嘴嗎 就開玩笑不知道講什麼 然後他就突然間一拳喔 全世界最大力的那種 真的假 砸到我心臟 他是一拳這樣直接這樣子 砰砰 然後那瞬間喔 至少十秒鐘我喘不過氣啦 整個愛上他了 然後我整個蹲在地上 那等一下 那我把這件事處理完 我才能愛上他嘛 我得先呼吸過來 我都還沒呼吸過來 我整個是完全沒有要呼吸 然後我整個蹲在那個劍湖山那個要離場的那個入口 然後全班都隊伍正在行進嘛 然後就看到班長蹲在地板上 然後整個喘不過起來 然後我很像那種心臟瞬間停住的那種感覺 這時候他在幹嘛 他在往前走 他就只給我一拳手就往前走 最後又是耐耐對家庭又過來問你怎麼了 然後我媽也是一樣在破風的時候 怎麼人又不見了 怎麼永遠跟著你啊 我真的印象超深刻 因為我整個人是完全無法呼吸喘不過氣來 我那一刻真的覺得我要死掉 然後後來是整個班都走過去了 已經整個班都掠過我了 掠過我已經走到前面 已經快下一個班跟到我的時候 我才呼吸過來 這樣子 然後我們老師還說 你幹嘛蹲在這裡 你覺得他還記得他打你這件事嗎 我覺得他還不記得 打給他 現在打給他 怎麼可以告他嗎 你跟他說你有後遺症 對 愛上他的後遺症 你知道你那時候打我一拳 我現在當劇團團長嗎 他說不關我屁事啊 我變那麼笨耶 怎麼去當劇團團長啊 對啊一個一個一個 以前的小初戀的故事 感覺很厲害 大家IG來一下啊 怎麼樣啊 大家IG啊 想被告啊 沒有沒有沒有 看一下 他誰不會動不動要告人 看一下IG就要告 對不對 好這個是 小受傷 但印象深刻的事情 來吧 接下來講講 有沒有什麼讓別人受傷的故事 喜德我們先講 今天是講肉體上的 不是講感情讓別人受傷的故事 我前陣子也受傷好不好 被受傷 大家想聽這個故事的話 請去聽這個 不正常愛情研究中心 對 郝明哥跟宇山姊的這個節目 不正常愛情研究中心 我跟喜德有去上他們的節目 講了很多 我們兩個被劈腿的故事 好不好 我們就留在那個節目裡啦 好不好 你很多我就一個 我結束了 人生就這三個 不會再多了 好不要再多了 對吧丹利 對 在敷衍 對的 好讓別人受傷的經驗 那我先講一個 我比較小的 你說你剛剛 媽的女生嘛 她受傷嗎 那倒也還好 她也讓你受傷 她讓我是肉體受傷這樣 我曾經小時候 你們看我鏡兒對不對 絕對是打架會輸的 絕對是 對不對 但我曾經讓人家腦震盪過 我打人家打到腦震盪過 你是不是來贏的 對 你一定是放暗器裡 搞得鏡兒好像不會跟人家正面對決 你也是看破的 前天都偷射陷阱 不是我是直接問說 丹利我給你100塊 你幫我打他 就小時候在那個 我永遠記得 補習班的地下室 然後那個地下室是 遊樂場 因為他們設計成一個遊樂場 有那個 小時候還有跳舞機 你們知道嗎 然後有那個市區車的軌道 那你就是那地下的錢莊嗎 對 我是負責就是借貸的 就是你來我這邊 我可以跟你借貸 所以失去討債的 要買蘋果汁沒錢 來 十塊錢借你 我們是一天一塊錢的利息 大概是這樣子 要玩跳舞機 要玩跳舞機 25 那不是我的是補習班 我憑什麼收錢 太過分了吧 然後就是遇到一個男生 那一樣起了一點口角 那小時候我個性都算火爆 然後就有點吵起來 那對方是可能比較少一根筋的男生 然後我們兩個真的就起個我腳 就是扭打這樣子 然後我就不小心把他 甩到牆上去 就是扭打就把他推 推啦 可能就推到他牆 那個補習班的牆 直接裂一個洞 裂一個洞 真的是裂一個洞 偷工減料 然後後來我們兩個就沒事 就是打完之後 被老師罵開 各自罵 然後晚上我媽就接到電話 就是那個同學腦震盪 他後來就回家不舒服送醫院 然後發現他腦震盪 這小時候遇到這種事會超緊張 超緊張 因為你會覺得說 死定了 我好像害一個人 那時候壓力超大 你就會覺得說 完了我天啊他下來 我接下來這三個禮拜 而且你知道隔天還要上學 你就會有一種 我明天不用上學 我已經這輩子都毀掉了 會很困窮 真的小時候遇到這種事 你會覺得說你這個世界 我真的死定了 不會吧 小時候如果讓別人腦震盪 我會覺得 我明天去看誰還敢惹我 我真的不會這樣想 不愧是竹北的孩子 沒辦法 竹北想說 該我屁事 我們楊梅這邊視角說 你讓人家受傷 我們自己解決好 你不要跟你媽講 你然後拿震盪對不對 好啦 那你擺一桌客家菜 我們就這樣 不知道 就一桌 雙方家長吃個飯 就沒事了 我們就去那間很有名的兒章 叫大楊梅 還真的有 真的有 但我們那個補習班 有很多很厲害的同學 你說打架推到前面 因為這很還好 我們有一個妹妹 就是 她是怎麼樣 她是這樣 就跟人家吵架的 吵一吵之後 她拿美工刀 玩小李飛刀 她直接這樣 就是吵一下 太妹 有病喔 我告訴你 真的不誇張 那個刀子插在我同學 往上頭上15公分的那個牆壁裡面 超可怕的 你知道我那個主義會記得那個話 插在牆壁裡面 你們那個到底多偷空減料啊 那個地震來你們是要怎麼出來 不是啦 不是因為美工刀應該要先斷才對 不是不是 以前的那種隔牆 塑膠牆 你們知道嗎 塑膠牆它是空的 但是那女同學太危險了吧 小時候就這樣 風風的 那個女同學是 她是學校的小太妹 但是因為我跟她妹妹有搞一些曖昧 所以比較沒有我的事情 喂 沒有 你要是 對她妹妹怎麼樣 就有你的事情 那個美工刀就在你額頭上了 好可怕 不要這樣子 好可怕 我永遠印象深刻那個畫面 哇太可怕 看到那一幕就知道 嗯 我要對她妹好一點 沒有我就不敢追她妹了 我真的覺得太害怕 啊她妹漂亮嗎 蠻漂亮的 為什麼要問這個 好啦不要做這樣的事情 好危險 有沒有什麼讓別人受傷的經驗 有啊 那時候是中秋節吧 我去我媽媽的一個朋友家 就跟他們家的小朋友一起玩 就玩在一起這樣 然後那時候就買一些仙女棒啊 鞭炮什麼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 聽起來就要出事了 為什麼從購買的產品上 就聽起來要出事 對對對 然後那時候就小時候就玩玩那個仙女棒 我不知道她燒完前面會很燙 然後我就是她燒完的時候 我就拿給一個小男孩 就是那個那時候朋友 我說那你幫我拿一下這樣子 然後她就拿著 她就啊啊啊這樣子 我一直想說她大叫 還一直握著 就是握著一下 因為她可能 因為那個燙你知道那個 是瞬間的 感覺對是 你瞬間你也沒辦法反應 她就啊啊 她大叫的 趕快丟掉 她就衝進家裡說 媽媽我燙到這樣子 媽媽葉君你葉君你葉君你 怎樣葉君你怎樣 讓我燙到 先處理燙到的部分 不是告狀 然後我就衝進去說 誰知道那裡燙啊 生氣啊 她說媽媽我燙到 然後你就在旁邊說 不是我不是我 通常都是你 會出來講這種話 沒有她會指那個仙女棒 是那個 不是我 是仙女棒 還真的是那個仙女棒 你也沒說謊對不對 你去跟媽媽講說 是這個弄的 對啊 然後她媽就說 怎麼可能她媽也握啊 她媽也燙到 然後換她媽衝去跟她爸講 她媽進去說 兒子兒子我燙到了 兒子也說我也燙到了 然後到後面 那整個裡的人都在燙到 哈哈哈哈 整個裡都在傳說 欸仙女棒好像會燙 我就只想問一句 那仙女棒熱度也太久 高溫啊 她燙三個人就差不多快熄了吧 她可以燙到第四個人太厲害了 她去燙第二個人之前她會再點一隻啊 她說剛剛就是這樣子 那剛剛就蓄意的吧 大家都有實驗精神啊 接下來完全是蓄意的 欸但講到那個鞭炮類的啊 我小時候是很皮的時候 我們幾個國小同學 我們會用手抓住衝天炮 一定要這樣玩 用手拿著 然後先點 然後等她 差不多要爆的時候 直接再丟出去 然後啪這樣子 不是說快要飛出來的時候 然後就把一個人褲襠拉開 然後把他丟進去 怎麼可能啊 那真的會受傷啊 沒有我那時候是 你不是在霸凌同學 那個同學一定是兩隻手被洗得架住 這樣子 就被人家這樣勾住 覺得那同學是你嗎 然後我們還一直拿 剛燒王的仙女棒 一直燙她臉這樣 一條一條 然後旁邊的女同學還一直揍我心臟 我就是一個從小被霸凌的孩子而已 那不是霸凌是酷刑的 而且這些孩子也太多會折磨人的招數了 哪裡看的 我那時候因為要抓住沖天泡 我第一次玩 我就覺得哇 大家這樣玩好酷喔 好想跟著玩喔 所以我就也拿著一個沖天泡這樣 然後我就點 他不是有一個人會一直燒嗎 就是會噓的那邊 剛好我的手掌 我就握在那邊 他就直接整個這樣噓然後噴在我手上 然後我的手是直接一大塊 大概是半個手掌大的水泡這樣 就直接燙到我整隻手 而且我那時候還想說 我那時候就想說大家都這樣玩啊 那應該是這樣吧 那時候怎麼覺得太燙了吧 不行吧 不是這樣玩的吧 才不是這樣玩的 然後還不管處理手 還不處理手 我們再玩第二顆 結果真的其他人這樣玩 然後其他人都掌水泡 但他們很開心 對 我說媽媽你看我們今天六個人都有水泡 而且是兩隻手 都有水泡 媽媽媽媽媽我掌水泡了 是開心的 而且我們三個人在賭說看誰的水泡最大顆 我們要養他 媽媽說一二三我們一起把他打破好不好 一二三 兩隻手的水泡都破掉了 超痛 超痛 真的很痛 真的是半個手掌 超痛 那時候就要插一個 我不知道你們小時候有沒有 就是白色一罐 橘色蓋子 要 涼涼的白色的腰 那個是我阿嬤的就是救命神器 他所有傷都要吐 所有傷喔 就跟我們現在小護士蓋電視一樣 那我要來分享一個寶兒姐的故事 好 寶兒姐是那個小籠包的媽媽 你讓寶兒姐受傷嗎 沒有他小時候的故事 我媽媽很小很小的時候 小朋友的時候 那時候也沒有手機 也沒有電腦也沒有電視 什麼的 所以他們就是都會在戶外玩 那時候還有恐龍對不對 還沒有啦 是過了啦 什麼還沒有 還沒有 好厲害喔 你媽是轉目取火 然後對我還是活活活活活的那種嗎 你媽是那個 Carton Network的那個摩登原始人 你媽是會在神秘在畫畫喔 什麼還沒有咧 好厲害 那時候才沒有恐龍啊 那時候才沒有 他們都在戶外玩 然後那時候已經有騎樓囉 對 大概是在1895年喔 沒有 反正他跟他的妹就是在騎樓玩 然後那個騎樓是非常乾淨 沒有停機車那種 然後就是被打掃得很乾淨 然後他們就是很熱 夏天很熱 他們就躺在地上乘涼 因為他那是磨石子的地 比較涼快 對冰冰涼涼的這樣 他們就躺在地上 我媽就抓著她妹的腳 她妹的身體在地板上 然後她就轉圈圈 然後就很開心 然後下一秒她妹的頭去撞到牆壁 那摔腳了吧 這大絕招耶 對 到現在 我阿姨的頭還有一塊是凸的 我的天啊 真的假的 我嚇到耶 你媽也是調皮耶 她是雙子座 所以呢 我也是雙子座 夜宵 兩個調皮的人 你們可以出去喝喝茶 調皮的人 還不能喝酒 女兒有在控管媽媽的飲食 你們可以出去喝喝茶 喝喝茶回來我們兩個人全身都是傷 她媽抓著你的腳在繞嗎 她現在應該沒有力氣了 那你抓她媽媽 對啊我可以抓你媽的腳 不行 接下來呢我們要來聊 超大的重大的受傷經驗 我們團裡面有 因為受傷開到是只有我嗎 還是有別人 應該只有你吧 其實我小時候蠻白目的 我這個車禍經驗 因為我其實高中的時候 我朋友就一個很好的朋友 兄弟妹 他說我跟妳講 我膝蓋有一根鋼釘 然後就是他車禍鋼釘 炫耀 然後我那時候不是就是聊天嘛 他說什麼就開玩笑說 過完檢會嗶嗶響啊之類的 那我內心就覺得說 天啊 我都沒有出車禍 我真的覺得太酷 我都沒有出車禍過 這輩子一定要出一次車禍 回去跟媽媽媽說 媽媽我也要打鋼釘 高中了 剛剛在扮演是什麼 小六吧 我那時候已經高中了 不肯回去講那麼屁的話 我媽會揍我這樣 對然後 就真的就是出了一場意外 這樣子 那你當下有開心嗎 你終於 明明都 車禍了 我當下真的是笑出來 沒有啦開玩笑不可能 一定有 因為我一直在節目裡好像都有分享過我車禍的故事 但一直都沒有細講 所以稍微細講一下 然後那時候就是剛拍完片了 拍完一個老師的短片 哇那個時候 每天睡覺不超過三四個小時 就真的很少 然後連續七八天 那真的太累 然後一結束之後 後一天就去做商演 而且一大早 而且那天很早吧 五點多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我們就商演完之後 就各自 就回家這樣 然後我就騎車 然後那時候已經累到不行 就整個人 因為我已經很常發聲 就以前排練在鐵森裡 新裝排練的時候 就很常發生我騎車回家 然後騎一騎的時候 我就會這樣騎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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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 然後看著前面看著前面醒過來 也就是說 所以我剛剛前面 到底有沒有看著前面 我都不知道 就真的是晃生了 就會醒過來說 那我剛剛明明腦中 一直覺得我看著前面 那我到底有沒有看到 就很常發生我 我有時候也會有這個狀況 對然後那一天就是 一樣是這個狀況 可是我一直告訴我自己說 沒關係再撐個二十分鐘 你就到家 你就可以到家好好睡 我就這樣一直撐著 但那天真的是 累到不行 騎一騎騎一騎 然後我整個人 就呈現一個 就是一直在睡覺的狀態 然後我就騎到一個 我很常騎的就是 要往上橋的一個地方 就我回家路非常常騎 然後準備要上橋的時候 就突然間看到前面紅燈 然後我就停下來 但是後來事後回想過 發現那一條路沒有紅綠燈 就我那一條沒有 但我的腦中就告訴我說 就紅燈了 然後我就停下來 然後突然間 就被後面的那個 汽車 啪啪 然後想說 沒有紅燈 然後一加速 我一騎上去的時候 我的車 就跟那個分隔島 旁邊那個分隔島 直接貼壁上這樣 直接騎上去 直接騎上去 貼壁這樣 那貼壁是沒差 還好吧 車跟那個分隔島貼壁沒差 但是我的腳 放在有點像 腳踏板上 然後有點像是 外八那種放法 所以我有一隻腳 是超出我機車外面 所以當我的機車跟分隔島 貼壁的時候 我那隻腳又剛好露在機車外面 180度 對 180度 我整個腳翻轉 然後這樣卡在那個分隔島 這樣滑行 然後我當下其實沒有摔車 我是把車殺住 因為其實我車沒事 我把車殺住 然後我要把腳放下來撐地板的時候 發現我沒力 因為我整隻腳已經腫 就是裂掉腫大 而且最可怕的是 旁邊的車刀還在開 結果旁邊的車刀 然後我就立刻滑到旁邊 然後我一看我的腳 已經腫了跟我的手一顆拳頭這麼大 然後我的手機還放在我的摩托車的腳架上 你知道我那時候是怎麼報警嗎 我是這樣子 嘿Siri 我真的不誇張 我戴著耳機 我說嘿Siri幫我報警 這樣 然後是這樣 手機響 中間都沒有車要停下來救我 車就這樣一直開 然後摩托車 那個汽車就這樣一起 都沒有人要停下來 然後是有一個人牽著腳踏車 往我這邊走 然後我說先生 最後被發現是你小時候 那個騎腳踏車的家庭 有可能啊 又問你怎麼了 然後我媽又騎在前面破風 然後她又回過去 然後波波越跑越快 然後小太妹還在我頭上一直射飛鏢 你旁邊有一拳在玩仙女棒對不對 女同學又過來捶你一拳 對 然後旁邊還有小紅包的媽媽 拉著她阿姨的腳 為什麼有我 全部人都混在一起 我直橫身跑馬燈吧 我要走了吧 我要走了吧 我把今天所有故事都在我腦中回憶一遍 然後我真的就靠在那個分隔島上 然後腳已經腫超大 然後我真的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當下就先把我那隻斷掉的腿的鞋子脫掉 因為腳已經腫超大 然後那個人就牽著腳踏車過來說 你還好你要幫我抱緊 然後我就說 先生先生我自甩這樣 我以為他說 你那鞋子還要嗎 我必須老實講 沒有刻白印象 但看到他 他問出那句話我也不會太意外 然後他就是 他是有點像 遊民的那種狀態 其實有點像 然後他就過來就說 欸要不要幫我 我說你可以幫我一個忙 你先幫我把車扶起來 我說我自甩 所以沒有人撞到我 你就幫我扶起來 是我自己的問題 你可以幫我把車扶起來 然後他說 他說我沒辦法 然後這時候呢 他就把他的手 放在他的褲子 往上一拉 他兩隻腿都是一隻 他就這樣說我沒辦法 他比你還纏 對他比我還纏 然後我就說 好沒有關係 那你可以就是幫我報警嗎 然後他又說他沒手機 然後我心裡想說 老天爺你派了一個人 遇到我OK 但這個人可不可以幫我做一點事 他一件事都做不了 他關心了你 他只是讓你開心一點 他沒有辦法開心 他說我要裝一隻又沒手機 你已經過得很好了 對 你又說讓我覺得心裡舒服 他當下就給你一個比對 讓你去那個 對然後反正後來我就是用了Siri報警 然後他也過去幫我把手機拆下來給我 這樣然後我就叫 就人生第一次坐救護車 然後那時候真的是腳痛到不行 我真的覺得我快死了 然後你知道我那時候還 我談戀愛嘛 還有女朋友的時候 然後他那上一個訊息才是 騎車小心 然後下一個訊息就我拍了一張我車禍的照片說 我出車禍 然後再下一個簡訊說 我們分手吧 沒有再下一個啦 還是有過個幾天 所以真的有 想聽這個 我車禍後 動手書前被分手的故事 請去聽不正常愛情研究中心那一集 那個什麼他不是說騎車小心你回他什麼出車禍了吧 對 他有沒有回說不是叫你小心 就說小心了 真是驚喜 永遠不聽我的話 有啦他後來也有敢來看我 就是他本來已經上車準備回新竹 還有特別搭計程車感 那也是我們倒數第二次的見面 沒事啦 大概是這樣 好我來看一下我的好了 好 就進了他這個車禍是有意思嗎 你從頭到尾都醒著的 算是算是 但是我是突然間就是 我在新竹都是自己騎車 然後那時候是百貨下班大概10點多 就也蠻晚了 在一個超級大馬路帶轉區 帶轉區只有我一台機車這樣 我一看到綠燈我就正常騎嘛 就吹油門 但是我下一秒眼睛睜開 我在救護車上了 我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就是我就是一醒來 然後有點迷迷糊糊 我想說 欸 為什麼在救護車上 然後也是我第一次 忽視就跟你說 小姐不要睡在路邊嘛 不是 是喝酒醉 你怎麼出事了你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是後來看監視器我才知道 所以監視器是怎樣 因為我在帶船區第一個 然後我們一綠燈的時候 我的左邊就是反正有一台修旅車闖黃燈 你可以往前然後他也在加快當中 對沒錯 然後因為我是第一台 所以我一吹油門 我就被他撞上去 那感覺很嚴重 那你飛出去嗎 沒有是我整台機車好像就 零件什麼就 仙女散花 就是你整台零件 仙女散花 啊你整沒事 我看監視器我是沒飛起來 你人就是站在說幹 然後就昏倒 他可能睡在他的引擎蓋上 我就直接昏迷了 然後到醫院之後 因為我嘴巴是門牙 直接相近我的下嘴唇裡面 就直接靠進去這樣子 有點像 定書機 對定書機的感覺 所以我的下嘴唇整個是裂開的 然後是要 那沒有你講的那麼不嚴重喔 小姐你聽起來超嚴重的 就類似這種 可能就有撞到或什麼的 然後當下我有意識的時候是 醫生在問我說 我這邊要幫你縫個六七針喔 那我不打麻醉 我直接縫 蛤 為什麼 可能因為我也很痛了 所以他打麻醉也沒什麼用吧 就是我痛到他縫針我已經沒感覺了 那麼Hard call喔 因為嘴唇在痛這樣 然後就是 好了之後 然後還有眼角 被一個就是用出一個傷口 後來變雙眼皮 跟喜德一樣 用出一個傷口 然後醫生說要不要順便幫你縫雙眼皮 因為這樣子也比較省一點 想說一起做 你手術也可以優惠 沒有他沒有一起做 後來自己做 反正就是 變成 就是左邊眼睛後來 後上變雙眼皮 好像也算是一個 小幸運 小幸運 然後後來你就打給喜德 喜德就來看你 我其實打給很多人 因為我當下不知道找誰 那喜德是第幾個打的 不記得 不記得了啦 對啊 那我第一個打的是 喂 不是啊 我在桃園啊 他在新竹 趕回去吧 好 我第一個打電話是 我們的正職 因為我隔天要上班 喔 先請假 好難過 我還超自責 我說對不起 我出車 你男朋友咧 我那時候沒有男朋友 那時候是大學 所以我才很無助啊 喔 對啊 想說先打幾個曖昧對象 看有沒有誰先到 我想想 啊 想想 但小紅包是不是有陰影 就是你後來不太敢騎車 對啊 我回台北就很少 後來他綠燈不太敢走 欸欸 可是 他都是紅燈的時候走 我都讓大家先走 想說紅燈的時候大家都不動 我走應該很安全吧 對啊 OK的吧 但我發現我好像沒有什麼陰影 因為我其實一直急著想騎車 沒有 因為我太不方便 所以我還是 其實我沒有什麼陰影 老實講 但那個真的是你狀態不好 所以你 正常狀態好 也是啦 可是他是正常狀態就被撞 所以他可能會有一些陰影 但是這個就 這個的陰影就是以後記得 綠燈先看左邊 對真的 要看一下 是要看一下 不然自己有責任 對啊 好啦今天聊了很多跟 受傷有關的故事 有一個很奇特的性受傷 對我要聽 用那個收尾 想聽嗎 來來來用你的收尾 性受傷你們有嗎 這個故事前 爸爸可以先關掉 如果有小孩在聽的話 對我們接下來 丹妮這個故事呢 會稍微有一點點的 不適合 好不是稍微 就是絕對不適合孩子聽 18禁 對所以如果未滿18歲的孩子 先略過這個故事好不好 那你就直接拉到結尾 讓我們聽到我們說 拜拜的地方就可以了 所以沒有剪掉 沒有剪掉 好 接下來就是 能有多奇特 丹妮的性方面受傷 這是余欣文了吧 也是 但是也是物理上的受傷 所以他不是心理喔 就是你會說 MFB我要他就不可以 那叫心理 難過了 我可以猜嗎 我可以猜嗎 你猜一下 就可能女生在上面的時候 被做到 那種 那種會 但是 他不會到斷掉 他只是痛一下 所以你現在是斷掉的 不是啦 還是破皮 很常有時候會 就是 女生在上面的時候 做做做做做的時候 其實 已經出來了 對 然後但是女生還繼續往下做 那其實就直接凹下去 然後就 那很痛 會痛到軟掉那種 但那種 但那種會好 但那種很快就好了 但就會痛一下子 這樣 休息一下就好 很像扭到這種感覺 對對對 那我的狀況是 反正我在某一任的時候 然後對方就 可能他就很想要 他就跟我說 他今天想要 想要那個 然後他說他想要幫我吃 想要幫我吃 想要幫我吃這樣 想要那個 就說 好啊那你去洗碗 不是那個啦 搞錯了 總開始是那個 我就說好 然後那天晚上我們就 就來一場那個吧 就做了 一場low吧 應該是打一場low 我們就來了一場 心風邪雨 這樣子做 心風邪雨 他受傷 可能如果 應該會 然後呢 因為他說他想幫我吃 他想要吹 然後我就說好 那就 吃什麼 就是 吃他的泡麵 他宵夜的泡麵 手指啊可以嗎 然後他就 弄弄弄弄弄 但當下是舒服的 對當下是舒服 但他弄很久 他弄很久之後 我就說好差不多 可以進入正題了這樣 然後就在做完之後呢 我就開始覺得 奇怪了 怎麼我的頭 就是下面的頭 就只有頭那一塊 痛痛的 然後 後來我就 覺得應該 應該只是因為剛才做太久這樣 但後來就覺得 越來越痛 越來越痛 奇怪了不對勁了 以前不會這樣子的 我就突然想到 剛剛好像一直在吸耶 就是 他一直在吸 就是他含住的時候 他是會 像吃棒棒糖那樣子 對他一直在吸 像吸蒸奶 酸梅 蒸奶 然後我就問他 你剛才是不是一直有吸 然後他說對 我說你是不是吸蠻用力的 他說我不確定 但反正呢 最後是 我下面的頭黑青了 好痛 我不是 等一下 等一下 而且是怎麼樣 我跟你講那個狀況 那個狀況就像割包皮一樣 是你碰到內褲就會痛 而且是你不小心拍到我也會痛 就等於說我雞雞痛了三天 我跟你講我真的痛了三天 到底是多大力 這算另類的草莓嗎 我真的是嚇壞 我會不然種草莓啊 對對 就有點像是種草莓 但是種在我的頭上 下面的頭 然後又種很久 好好笑 一般種草莓不是其實吸個5秒到10秒就有了 他吸很久 這時候已經有 好痛喔 喜劇場的聽眾 在問 媽媽他們到底在吸什麼 不是喔這也太好笑了吧 那個樣子很好笑耶 就那一塊 整個黑一圈啊 我認真的 而且超痛 是真的超痛啊 他哪裡學的這種道事 我怎麼知道啊 他可能就覺得說要吸吧 吸了才舒服啊 所以那天還是愉悅的 那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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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狀況是娛娜是結束後 越來越痛 越來越痛啊 就像你的麻藥慢慢退掉一樣 真的很痛 好鬧喔 好啦這個性生活有些刺激大家可以使用 但是 這真的太刺激了 這以後也有陰影了 對 你才沒有了 你才沒有了 下一次還是會有這個階段 欸我是不敢騎車了你有嗎 就 你有不敢騎車嗎 不要用吸的 不要用吸的 以後都不准 以後幫我吃的時候都不准碰到我那根 怎麼辦到 怎麼用 怎麼用 怎麼用意念 對啊 我現在在吃 這只是奠愛吧 對 OK 今天聊了很多這個受傷的故事 也希望大家 這個多注意安全啊 保護自己啊 雖然我們都把故事說的很有趣 但是其實 我們經歷上還是不舒服 還是是痛苦的喔 尤其是最後一個痛苦 痛苦極了 那是後來才痛苦吧 過程中還是愉悅的 當時我害怕極 這挺突然的 但是很特別的是 丹尼完全沒有造成任何的陰影 對 他過一陣子還是會持續的 很另類 好啦謝謝大家我們下週見 我是靖兒 我是丹莉 我是喜德 我是小容包 我們下週見 掰掰